那么上节课的话 我们把 阿帕西和PLP 已经做了一个安装 那么现在呢 AMP还缺一个M 那么M也就是我们 昨天装的这个MySQL 那么这个步骤呢 如果用YAM的话 应该也是比较快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YAM来实现一下 MySQL的安装 安装命令呢 是YAM inStore 然后空格MySQL-SER VIR 这个不要忘了 这个不要忘了 过来安装的话 那就是YAM 这边应该也断了 又断了 复制一个吧 行这个就关了 这个应该断开连接了 已经 YAM inStore 然后MySQL 那今天早上呢 在时候呢 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个信号 我们用信号看看 能出来多少个 但是注意前面 我没有加杠Y 所以他不会执行 我想看看多少个 待会看多少个了 126 一共下载126兆 但是安装之后507兆 你看这里面呢 不仅仅是 MySQL 装了一堆依赖 一堆的需要 你看 但是这里面真的是我们都需要用的吗 其实不是 所以不需要装那么多 这个信号呢 你用肯定不会错 肯定不会错 但是也不能随意用 不能干嘛 这里面我们将SER VER 你看刚才如果输新的话 这里面应该是有我们需要的那个 SERV的 是不是有啊 在这吧 有的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 咱不能乱用 就该指定SER 那就是SER 走 这样的话29 29兆安装之后 下来只有10兆 比较小一点啊 确定 这个界面呢 其实和我们上一天 这个界面的话 就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呢 SERVER MySQL的这个SERVER MySQL DB D 然后呢 DBI 就行 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 阿里云这个服务器 你在那里面操作的话 它那个速度 是不是我们本地速度挺小 对 假设你本地只有128K的网速 没关系 你在上面下东西还是很快 嗯 下好之后的话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去 下面进行出实话操作了啊 下来出实话了 这个是安装的 这个界面 后面呢 出实话 出实话的话 那个单词比较长啊 接下来 出实话 出实话操作 那个单词呢 也不下去记 咱只要记住前几个就可以了 叫MySQL-SEC 就可以了 自动补学啊 这个就是 出实话的 这个面料 那么拿到这个面料之后呢 按下回车 然后呢 还会去问我们一些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 让我们去 输入这个操作 当然这边呢 你不要这样就往下了 因为这个问题 待会可能会出错 为什么会出错 因为我们没有干嘛 没有去启动 MySQL 没有去启动 MySQL 所以不要把这事给忘了 SER VICE MySQL D Start MySQL D Start 先把它启动一下 SER VICE MySQL D Start 走 OK 先看到OK 那就可以了 看到OK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是 启动 再次启动 启动好了之后呢 后面的话 再去做这个处置化命令 走 当前我们安装好之后 默认没有密码 所以按一下回车 然后没有密码 他就问我们了 要不要设置密码呀 行设置 输入密码 密码的话 这边我还是用我昨天的密码 找一下 不去找我的了 重新生成一个 密码生成器 这个好用 16位吧 这个好用 先建一个 三姑奶 好 一次 回车 一次 回车 是否 移除 匿名用户 是否 移除 移除 移除掉 是否 这个无所谓了 昨天我们选的 恩人是吧 今天我们选 Y看看啊 好 是否移除 测试数据库 测试数据库 咱先留着吧 No 是否则安全线 Y 好了啊 那这些命令的话 其实和上一天是一模一样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只要呢 你照着上一天的那个操作 来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变化 好 那这块的就可以了 这是 这是我们初始化之后 所能够看到的效果 嗯 现在他们初始化好了之后呢 下面的话就可以来测试 进行一个命令行的登录了 命令行的登录 那就是mycircle-uroot-p 是吧 这个命令 来执行一下 mycircle-uroot-p 走 密码 复制一下 暂停 走 这样的啊 show data bases 哎 太多数据库还在吧 行 那么看一下 刚才我们选择Y啊 看这次mycircle 有没有用名 use mycircle 先选择mycircle这个数据库 哎 然后呢 select user 或者说host 这两个随在前随在后 无所谓啊 from user 是不是还是没有百分号啊 我们昨天选 n 他不让有百分号 今天选y 他也没有百分号 所以这就说明了 其实你选什么 都没什么用 都没什么用啊 不是新建用户 他是说了 unload this load root login root 都说了强调的是root用物了啊 对啊 他也没加 所以不管你设置Y还是内向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不允许远程登陆 所以内向的话 你就随便选一个就行了啊 不要纠结是允许还是不允许 随便选一个 嗯 设置好的话 那么现在就可以远 现在可以登陆了 但是不能远程登陆 是不是啊 那如果需要远程登陆的话 还需要去改是吧 如果需要远程登陆 那么则需要去修改登陆的一个主机 那这块呢 刚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天的这个命令 这里面两个 他没有我们那个fqdn的那个 那个记录了 所以两个人选一个 那么选哪一个呢 这地方我建议大家选那个127 建议选127 改127就可以了 嗯 对 修改 哪个命令 up data 后面语法呢 表明是吧 诶 user set host 等于 引号 不要忘了啊 引号 不是这个 等于 百分号 然后呢 where host 等于 这里面不要说ID啊 因为这里面没有ID 这里面没有ID啊 行 然后后面的话 就可以按 回车了啊 走 可以了吧 诶 那么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啊 如果说你呢 里面有权限定域名呢 你就改权限定域名就行了 我这里方没有 所以我就任选一个改一下啊 好 改完之后呢 后面有一个操作 不要忘了 你要么 重启一下mysoco 要么呢 重新刷新一下权限啊 重启mysoco啊 或者刷新权限 二选一啊 哪一个简单 来哪一个 但是刷新权限的单子 并不是那么好记的啊 flush privileges 好像是什么拼的 是 确定啊 对的啊 privileges s 现在加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看看能不能远程登陆啊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远程登陆的话 光改我们的这个百分之二还不够 防火墙虽然说我们之前关掉了 但是你得确定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安全组里面 有没有3306 如果说你没有3306 即使你允许权登陆 并且 Ibtypebox也关掉了 那么还是登陆不了 所以这个要给他开开啊 要允许3306 这两个操作不要忘了 在 阿里云上的 这两个操作啊 这个 和这个 需要开启 阿里云上的安全组端口 需要呢 放行啊 需要放行 指定了两个 我们需要给他放开 要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相关的操作 那么放行之后 后面的话就可以来试一下了啊 来 使用navcat navcat来进行登陆 嗯 好 打开 navcat的 如果没有装navcat的呢 后面就可以装一下了 包括我们 后面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课程呢 也都需要去用了这个数据库啊 到时候你可以用 终端工序来方便管理 连接名 连接名起什么都无所谓啊 那比如说我就起今天的这个什么 日期吧 我就起今天的日期 然后呢 这个可能不能够号子的 这个该填什么 应该填我们的阿里云的 IP地址 那我把这个IP地址复制一下啊 IP地址 复制一下 端个号 3306 不需要变码 然后密码 用户名入他 这也不需要变码 密码 你设置什么 粘贴过来 然后先测试一下 先不着急确定啊 先测一下 看行不行 哎 哎 那天成功了啊 那么恭喜你啊 这个时候呢 哎 我们这个操作啊 就没问题了 哎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再去点这个 确定就行了啊 确定 确定 嗯 行 确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 展开 哎 买3号 表 U字表 反方法吧 哎 没问题啊 哎 可以了 行 那么现在这个数据库呢 我们就能够通过本地经营管理 登录之后呢 这个效果是这个效果